親愛的弟兄,我是志成 我們今天要藉由手冊的第157課 來跟聖靈一起做連結 這課的標題是此課我就要進入他的臨戰 這個他當然指的是上主 那麼這一課他總共有九段 我們今天會先講前面的四段 明天練習後面的五段 那剛好我今天一早起來要關注錄音 看到這一課的標題 我就想到前兩天有一個同學 應該就昨天吧 他在微信上面問我說 我們要怎麼樣跟聖靈來連結跟交流 他說是不是要跟他講說 請幫我很快的走出我目前的困境 那我給他的回覆是說 不是很快的走出來 而是當下就走出來 也就是說當下我就要進入平安 那今天一起來我就看到這一課的標題 此課我就要進入他的臨戰 當下就要平安 因為任何為未來而發的願心 都不是真正的願心 只有你當下即刻就願意平安 才是真正的寬恕的願心 那平安也只可能在當下 過去的平安已經過去了 未來的平安還沒到不算數 OK 所以不要拖延時間 當下就寬恕 然後當下就進入聖靈的平安 好 那他說今天是靜默與信賴的日子 第一段 那這個靜默跟信賴 其實是有相關的 這個信賴就是你對於上主 跟聖靈的信賴 然後信賴他不管在什麼樣的境遇 他都會幫忙你 然後他都能讓你的心 真的是回到平安 然後這個信賴越強的時候 越會有一種獨定感 那麼你不論碰到什麼樣的境遇 你的信心都不會動搖 這個是他所講的信賴 那這個信賴 跟內在的獨定感有了之後呢 其實你的生活就會 越趨向於他所說的這種靜默 就很多事你就不會去做了 那很多話你也不會去講了 很多時候你就是靜靜的聽著 然後靜靜的看著 讓你的心可以沉澱下來 所以這兩個東西是有關係的 那包括他後面第二句 接下來講 他說今天是你的日曆上充滿許諾的 許諾的特殊時程 那這個許諾呢 其實跟這個信賴也有關係 就是 你信賴這個上主給你的許諾 他必會給你平安 必會拯救你 一定會把你從目前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那他說呢 上天特別檢選的這一天 以超越時空的光芒照耀其上 你聽到永恆之境的回響 就是你想起了上主 意起了他 那他說特別檢選這一天 當然他並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每一天都跟所有的一天是一樣的 你練習這個練習手冊跟沒有練習每一天都是一樣的 並沒有哪一天是特別的 他所謂特別檢選的這一天的這一天指的是當下的意思 而且指的是每一個當下 每一個當下都是特別檢選的 因為每一個當下此刻都是你選擇寬束的機會 都是你進入平安的機會 每一個當下你都在做選擇 你是要跟著小我走還是跟著上主去 好那他說這是神聖的一天 因為他為你開啟了嶄新的經驗 給你一種另類的感受跟意識 因為在小我的世界裡面是 你沒有辦法體會到那個永恆之境 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一旦你摸著一點邊的時候 那的確就是一個嶄新的 而且非常是 真的就是奇蹟啊 你會說那個是奇蹟的一種經驗 另類的感受跟意識 那因為你曾經以無數漫長的日夜 來慶祝死亡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 學的奇蹟課程幾年下來的感受 就是以前的自己其實 看起來好像是活蹦亂跳的 但是其實活在死亡之中 那你跟著小我在追求這個 追求那個表面上 你可能獲得這個獲得那個 但是有一天你回頭過來看的時候 會知道你抓到的都是虛無 好就是活在死亡之中 那今天我們要學習感受生命的喜悅 指的是靈性的 永恆的那個生命 好那下面這一段呢 第二段他說 這是本課程另一個關鍵性的轉捩點 我們在此又添加了一個新的層面 這個新的經驗 就是你觸碰到上主的那個經驗 進入上主臨在的那個經驗呢 不只會光照已經學過的一切 還會進一步為以後要學習的課程鋪路 那他說他會光照我們已經學過的一切 因為你每一次有了這種類似啟示經驗 他都會加深你對於其他課程的了解 可能你以前讀過或練過的一些東西 一些文字 還有一些是存在你的頭腦裡面 只是頭腦理解 但是心靈其實並不真的有感受 但是上主的臨在 他會豁然加深你對其他課程的了解 然後還會進一步為你要 之後要學的課程 因為我們現在才練到157課 後面還有100多課 200多課 那麼他說進一步為我們以後要學的課程鋪路 因為你觸碰到上主的臨在的時候 你對他的那個信心跟怨心都會大大的增強 所以這樣的經驗他是很可寶貴的 那他將我們帶到學習的鏡頭 在這門檻上 我們會驚鴻一瞥那超越所有學習之上的境界 也就是說你達到完全寬宿的境界 雖然說你還沒有斷數輪迴 但是你會有驚鴻一瞥 就是我剛剛講的 觸碰到那個上主的臨在 那那個部分是超越在學習之上 就是騎一客人在最開頭導演所講的 是沒有辦法教也無法學的 好那下面的第三段 他說今天你會嘗到一點天堂的滋味 雖然說你還不時還得回到學習的路上 這是肯定的 因為你現在在練這個練習手冊 就表示說 你離這個天堂還有一些距離吧 那如果說你都已經到他門口的話 你就不需要練習了 你踏進去就是了 OK 所以他說你可能還會再回轉過來 但是沒有關係 在這條路上你已經走得夠遠了 意思就是說 你此前所建立起來的那個信心 跟那個怨心耐心 已經算是足夠了 那你有能力轉化時間 超越時間率 而一窺永恒片刻 也就是說你有能力 那你應該也有這個怨心 就是去寬恕 然後去放下小我 那只要忠實練習每一刻 你的能力就會越來越純熟 而且會越快的進入這一聖地 也就是說 雖然你可能還是會有 各種恐懼啊 憤怒啊等等 但是這個時間會縮短 不斷的縮短 然後到 這些東西已經不會很大的程度上面影響到你 然後會再進步到 這是越來越平安的那個 境地 那麼忠實練習每一刻 就是 老實練習寬恕 就像我們有時候去一些餐館上面 畫有一個匾額 通常是素食餐館 就會寫一個老實念佛 那麼我們就說老實練寬恕 所以現在我們在微信上面有兩個群 老實練寬恕 一群跟二群 進度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都帶這個練習手冊的練習 OK 所以 當你在練習寬恕的時候 然後自我覺察面對自己 你會發現 我們其實有各種的藉口 我們會跟聖靈各種爭辯 然後各種合理化自己的定罪 所以記住 覺察 然後 不要去合理化自己對任何事情的定罪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老實練習寬恕的那個意涵 OK 然後包括一門專修 不要想說哪邊都有捷徑 然後 可以透過什麼什麼技巧 然後 這個老師 有什麼神力 然後可以給他加持一下 然後 你就會 大大的可以超前 恐怕到最後你會發現 全部都糊塵 所以我們才把群名定成叫做老實練寬恕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下面 第四段 他說今天 他會親自知道你的練習 聖靈 那因為 你此刻的要求與他的旨意不謀而合 你的意願已結合在他的旨意之內 就是你的意願也是要回歸天堂 而不是繼續在人間逗流浪 那這也才是你真實的意願 因為你的意願是上主所造 所以一定是跟他的旨意是合一的 那今天不論你要求什麼 一定會或允 你只需要這一觀念來光照你的心靈 OK 那我們也常常在這方面會跟聖靈 會有一些背道而馳 就是說 我們常覺得我們要求的聖靈都沒有給我們 但前面好像不知道前幾課 他有講到說 聖靈給你的是最好的安排 應該是在151課的第10段吧 附近 他講到說聖靈給你的是最好的安排 所有你需要他都會給你 課程會給你 老師會給你 然後 這個 你的冤親債主 其實是你的舊主 都會早上回來 就是你的那些寬數課題 他都給你安排好 所以所謂最好的安排是說 寬數的課題而言 然後還有學習的材料而言 並不是你自以為的 想我要的 要有房有車有錢 有什麼靈魂伴侶這些 他指的並不是這些 好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 157課的前面四段 是讀起來讓人覺得很舒服很寬慰 那也很能夠跟上主來連結的幾個段落 那他的標題是 此刻我就要進入上主的臨戰 感謝你陪伴我一起做練習